好,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括號四 所謂比較難一點的題目 在這四個括號裡面是比較難一點的題目 那它的題目就是AA要分開 而且BB要分開的排列數 那很多人,尤其是比較熟練的一個同學 在緊張的時候馬上就會以為相應物排列 要分開分開的那個公式 然後把它公式化,所以一下子馬上反射出說 既然AA要分開,AA先分開,先放兩邊 BB要分開,BB先到兩邊去 我們先做CDE的排列 聽起來好像是對,我們先做CDE的排列 那這邊都完全正確,合乎邏輯,心裡很開心 這題得分拿到了 再來AA新情況 AA冷靜之後排進去 BB冷靜之後排進去 這時候就出現了這種 很有學問式的寫法 AABB很簡單 相同不平的排列 就做了一個四階去處理的二階 糟糕,這時候出了一個大狀況 很多想法一下子太倉促 導致了無法挽回的一個後果 為何呢?這邊算出來雖然是 24除以4,6,這邊6,36種 36以為答案就寫下去了 可是其實不進來 我們來仔細看題目 AA要分開,BB要分開 而且,但是題目沒有說 題目並沒有規定 規定什麼呢? A跟B是可以怎麼樣? 在一起的 我們講的在一起 就是A跟B是可以相連的 或者AB是可以相連在一起 只要不要符合 不要出現B、A、A、B 這個不行 或者A、B、B、A 這個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因為這樣AA相連 BB相連 所以AA、AB是可以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是可以出現什麼? A、B、A 也可以出現B、A、B 這可以出現這兩種情況 那這兩種情況被省略掉之後 我們等於在這個式子仔細看 就是它可能會出現幾種 是不是會出現它的算法是在這邊 A、A、B、B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邊是不是有六種 那六種情況裡面 它可能就會出現 A、A、B、B 再來 A、B、A、B 再來 B、A、B、A B、B、A、A 再來 B、A、A、B 再來 A、B、B、A 這裡就有出現六種情況 那這六種情況 我們大家仔細來看 或者定格來看一下 好多可能性被忽略了 被忽略了 比如說今天A、B是可以分開的 但是 但是 你就這麼狠心的 完成了 你完成的任務 A、A分開了 B、B分開了 每一個是不是都A、A分開 A、A分開 都隔了一個人去把它分開 B、B分開 但是卻很狠心的 把A跟B也分開了 我們沒有要這麼做 所以你發現 ACA、ADA A器官這邊隔了一個D 只要跟AB有關都被隔了 AB有關 AB有關 A、A隔了一個D 他跟他也隔一個 隔一個 隔一個 那糟糕了 我們少了一個可能性 那這個可能性問題就大了 好再來 我們再來觀察一個 如果說今天看BB好了 我們單純的看BB B跟B隔了一個 所以我們今天有個相隔數隔了一個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B跟B遠一點隔到這邊 如果B到這邊會出現 D、A、B隔了三個 那再來 再遠一點呢 B跟B隔最遠處會出現幾個 1、2、3、4、5個 哇 我們就很清楚知道 我們在這邊BB的相隔的字母數 就是1、3、5基數 我們又忽略了一個什麼很重要的東西呢 除了忽略了AB在一起以外 你忽略了B 比如說C、D、E 那當然A可以在這邊 A可以在這邊 這裡是可以的 可是這個相隔數是2的 我們忽略了 那相隔數是4的也忽略了 怎麼說呢 比如說今天是B、C、D、E、A、B B在這裡 BB那A就要在這裡 AA、BB、CD、E 你看這相隔數4也被忽略了 所以對於這個想法來說呢 欠缺了很多的考慮 刹那間我們以為是很理所當然的 但是事實上我們忽略了一大堆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趕快把這個想法放棄、撤離 把從腦海中抹去 我們要開始做有系統的去分析 那第一個分析就是說 我們先把B、A、B可能性先放進去 就是我們先出現B、A、B 待會我們考慮一個不會有B、A、B的所有可能性 就是第一個是B、A、B 第二個B、A、B在這邊 我們就說第一個想法是B、A、B一定要在一起 那第二個我也稍微口頭上說你 就是說我們的做法就是先讓CD在一起 CD在一起 然後讓B、B先排進去 B、B排進去有一個好處 B、B排進去有一個好處 我A、A去排的時候可以是A、B、A 所以就把這個A、B、A的可能性就放進去了 因為這邊也可以放進去之後呢 其他的可能性就不會出現 A、B、A、C、D、E 我們就會出現說有兩種 比如說A在這裡、A在這裡 或者B在這裡、A在這裡 所以B跟C之間這邊就出現兩個的可能性 再來也可以出現CD、E、B跟B A也不要在這裡面 A在這裡、或者A在這邊 都可以A在這邊 所以這出現了兩個的間隔數 那四個的間隔數也可以出現 就是所謂的A、B、C、D、E、A、B 好的 這四個的間隔數也出現在這邊了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兩個可能性都加起來 就沒有問題 那在加起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先把B、A、B綁起來 這個B、A、B先把它綁起來 綁起來之後呢 做CD、E的排列數 那在做排列數的時候 這邊就是做四階層 四階層 再去層上誰呢 因為這邊B、A、B是不可以動的 對不對 對不起我們忘了一個A 我們真的是蠻狠心的 好像千萬不要 黃天不復苦心的 對不對 在這邊把A忘掉的實在是 天若有情天一老就實現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A放進來 這是剛剛的B誤 所以剛剛才說完B、A、B 馬上就直接看到了這個 就忘了A 所以把A還是寫進來去做排列 B、A、B、C、D、E、A 五個去做排列 那要不要去乘以二階 讓我們討論一下 B、B相同 如果B是甲跟乙 就變成甲乙 以甲比較乘以二 但是因為B、B相同 相同步排列 就不要乘以二 再來A跟A相同 也不要乘以二 我們乘以二就糟糕了 那就不叫相同步了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做一個五接 1、2、3、4、5 五接 所以五接就叫120 這裡有120種的可能性 再來呢 我們就先做第二個想法 就是CD先排 CD一旦排進去之後呢 我們做一件事情 先把B放進去 1、2、3、4 有四個空格 所以我們這邊的算法 就是說先做三接 去乘上 BB要放進去 當然這是兩個B的意思 BB放進去 那BB放進去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四格裡面呢 我去做一個叫做P4取2做排列 但是因為相同物的排列 要把那兩個相同物除掉 因為他們排列數是兩個排列數 算同一個排列數 所以這時候就出現3接乘上4接 再來是一個2接2接 那這裡就會出現所謂的36種排列數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舉個例子 BB已經進去了 那BB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把其中一個例子寫在這邊 就叫BCDE 那BCDE B好像這樣子 不要再忘了B了 剛剛忘了A 所以再忘了B真的是 就是負心到底對不對 所以BCDE 在這裡會有幾個排列數呢 123456的排列數 那這時候是放誰呢 A跟什麼 A放進去 那這樣子放進去的可能性 又出現幾種呢 是不是就是36 這是衍生下來的 所以36 你勢必還要再去放AA 那這是123456 就是P6取2 但是6要一樣的意思 除以2接分之1 因為AA相同 所以這時候就會出現 36乘上6接4接 再除以2接分之1 2接分之1 那這邊是不是 6接除以4接 5跟6 5 6 30 30再除以2的話 是不是15 所以36除上15 5 6 30 5 35 18 再來16 再11 16 再來13 答案就是 04 540 那這裡就叫540種 540種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兩種可能性 就全部把它算起來了 那也就是說 以官號4來講 答案就是這個540種去加上這個120種 所以我們就寫來答案就是說 答 答案就是120加上540 答案就是660種 所以660種 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我想同學們可以好好的去思考這一題 怎麼去處理AA分開 而且BB分開的排列數 當然會花一點時間 好 同學們這樣